过年大菜提前学 今儿这道溜虾段呢您学会了 以后白桌虾油门大虾再也不要吃了 这道菜后面有彩蛋哦 做这溜虾段呢就不用活虾 活虾呢还不好去壳 咱们这冰鲜的虾保持它的新鲜度就可以了 咱们呢把头和壳去掉 先取出虾仁 这虾呢去壳取虾仁呢非常的简单 我们把头呢先给它掐掉 从它的腹部这个壳呢给它剥开 之后呢我们抓住虾仁 底部呢用手一挤 咱们这虾仁呢就完整的出来了 咱们在第三节呢再把这个撒线呢 用个牙签呢给它挑出来 去好撒线之后呢给它清洗干净 一个虾仁呢从中间给它切开 就成了虾段 现在呢咱把虾段呢腌制一下 放点葱姜片 少放点盐呢入个底味 放点料酒去腥 咱给它抓拌均匀呢给它腌制五分钟 这时候呢咱来切点辅料 红椒呢给它切成宽条 青椒咱也切成宽条 这时候呢咱来调一个碗汁 碗里呢加入半碗的开水 放入少许的盐 三分之一勺的白糖 放入半勺的白醋 一勺的生抽 放入两勺的水淀粉 这是马铃薯淀粉呢和水 给它调开放入两勺 半勺的芝麻油 调匀 这样呢咱留下段的汁呢就调好了 咱现在呢开始调糊 碗里呢放入一平碗的马铃薯淀粉 加水给它调成糊状 要给它充分的抓匀 不能有这个面粉的疙瘩 咱们在壶里呢再放入一些食用油 这样呢不将呢更加的酥脆 另外呢炸的时候呢不容易崩 咱把这油呢和这个淀粉呢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这壶啊调好之后呢撩起来一条线往下流 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呢把腌制好的虾段呢 放在淀粉里挂护 锅里呢油温升至六成热 咱们开始下入挂护的虾段 下的时候呢也有技巧 一个一个的下呢太慢 咱们抓个五六个 给它撵开 再一个一个的放在里面 而且下的时候呢要转圈下 否则呢容易粘粘 砸这个虾段呢油温呢不能低 也就是呢180度 下洗之后呢 等待这个护浆呢完全的定型 咱们再用个蜜漏呢 来给它慢慢地给它打散 把这多余的这个小尾巴呢 给它打掉 这虾段呢砸着定型 微黄的颜色 咱给它捞出来 这个时候呢您听着声音呢 已经很脆了 但是呢咱们要复杂一次 让这个油温呢升得稍稍高一些 升七成热 咱们来复杂一次 复杂的目的呢 能使这个虾段更加的外酥里嫩 做六虾段 砸完了虾以后 马上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这个溜质 防止炸完以后变软 溜在中餐烹饪当中 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大技法 它又分为软溜 滑溜 胶溜 酥溜 等等 我们今天做的丽虾段呢 属于炸粒 把切好的青椒红椒 倒入漏勺中 这虾段呢 炸至金黄色 这个状态呢 咱就可以给它倒出来 丽油 用热油呢 正好把这个青椒呢 给它冲下油 锅流底油呢 放入葱姜片 给它炒香 煸香之后 把刚才调好的碗汁 下入锅中 加热之后 芡汁呢 已经粘稠了 咱们放一点热油 给它爆一下汁 放入虾段 给它翻炒均匀 开始出锅 装盘 这个菜啊 您做完之后 要是不好吃 您回来找我 虾油白菜 这个大白菜帮呢 给它切成螺锅丝 锅烧热之后 将这个白菜丝呢 给它煸炒一下 去除一部分的水分 白菜呢 给它炒蔫儿 先给它盛出来备用 现在呢 另起锅 加油烧热之后呢 咱们把虾头下锅 虾油呢 给它煎炒 煎的过程当中呢 咱们用勺子 给它按压一下 让它的虾油呢 出来 这样呢 它颜色就好看呢 味道更加鲜美 你看那个颜色呀 粉红色 同时呢 这种香味 鲜味都已经出来了 放入葱姜蒜 炒香之后呢 烹入料酒 加水 水呢 稍稍地宽着点 开始调味 放入少许的盐 少许的白糖 提鲜 白胡椒粉 开锅之后呢 给它煮至五分钟 这个时候呢 咱就可以给它过滤出来 把它汁水呢 再给它按压一下 把刚才炒好的白菜丝 下锅 白菜下锅 给它煨至五分钟 软烂入味呢 咱们给它铺上两个鸡蛋 放点香菜段 下去之后呢 不要马上再翻动 待鸡蛋凝结 咱就可以出锅装盘 关火出锅 爷儿兰好菜 每日更新 为您的美味生活 增采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YK